大家不都想看2024年的新款底盘吗 今天我让大家看看 上期打算到V90家常轴高顶的底盘所打造的 它这个高配的底盘有电子手刹 我要是进入一键其中 包括电子怀等赛车同管的换等包片 它应有尽有 就是你能想到的不能和想不到的不能 它通通都是具备的 六个座位前二后四 四座对卡的回厅 还有两张床 一个卫生间 两个厨房 今天我先把它外观 给各位老板 给各位车友去讲一讲 你看风光状的进气个单身 车漆颜色 钥匙黑 沉稳大气 上方有张篷 2.5米乘3米 以及LED的怀灯 坐梁侧 都有双层的雅刻的半外置装 可以打开来进行通风换气 后边一个抽烂的槽造 跟你的油箱进行连接 再去做你美味的加油就可以了 后边的话 是有两个双层的雅刻的半外置装 上方有四路肩缝 一梯式的爬梯 还能放下两个自行车 是2.0T的残光发生机 8AT的变速箱 前置后驱 还是后双胎的 现在我带你上车 中门打开 有电动踏板会自动坦开 两个小抽屉 把它给打开啊 去放你的拖鞋等等 还有我们一个大厦门 能防止蚊子灰尘 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车内 这是一个内嵌式的厨房 来 前方的话有个特别坤的坡道 我们主要让你们不需要再用 通过它就可以进入到你的驾舱 会特别的方便 能让大家使个前后贯通的 前方中方大家简单看一下 来 接下来看我们后边的四座对卡的回厅 它白天是你的回厅厅 到了晚上还可以拼成一张床 拼成床尺寸能打到1米1乘以将近2米左右 能睡下两个孩子什么有问题的 就是利用这个板材把它给变广 作为是可以前后去调节 也可以横向去调节 咱时间紧 今天我就不大去演示了啊 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会一一的去给你演示的 来这边一个大窗户 一个清掉灯 上方是你的生活吊柜 放你的贴身衣物 放你的生活杂物就可以了 小车贝也可以把它给拆卸啊 拿到咱户外去使用的 后方是您家的主床 这个床啊 我感觉你们翻个跟头都是没问题的 宽度是在1米35 长度的话是在1米9左右 能睡下两个人 后边还有两个大窗户啊 进行通风换气 KMA的烹调 光床面里顶部是将近在1米2左右 你是不会感觉到压抑的 在这去睡觉是非常的舒服 那卫生间的话是能变大能变小 能让二比金装寒在里边去洗澡 好多人应该是没有见过这种卫生间的啊 里边是有带定的环境像 高清的化妆镜的厨物空间 折叠式的水盆 出辣的零化洒 下方还有布景式的旋转马桶 我们就是洗澡的时候呢 只需要向外去出辣 它就能变大了 两边同时去对拉下 能得到80公分乘以90公分的内部空间 如果大家不使用了 你就把它直接给一分为二 咱再向内去对拉 它就能变成个大一位 下方是你保留个波道 能让你整车空间变得更加大 那室内的话 还有个格兰式17升的微波炉 您在这去加热饭菜做个解冻 有个洗菜吃 笼儿水双出的 下方是你佛洛苏的66升的电明箱 那这样车啊 我们车程是在5米94 车方是在2米06 高度是在2米53 吸烟高是在2米6 内高是能达到175的 它标配的话是5度电 吸烟车是9度电 110升的清水 还有35升的灰水 15升的黑水 上方还有个800瓦的弹能板 去福州发电的 那这样房车 价格啊 现车高配是在372,500 那我们官方别费价格在33.8万 你就可以买回家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房车 你给我点个关注 然后在评论区 打个666 我们会把这辆车的配置表 发送到你的手机上 好不好 再见